今天早上正准备上公交车的时候 一摸兜忘带临前了 正在一筹摸展的时候 突然走过来一个起干 把他的破碗伸到我面前 我看了看碗里的几块钱 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 可是他却很执着的又把碗往前伸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再推辞就显得太虚伪了 于是我就从他的碗里拿了一块钱 飞快的跳上了公交车 我用湿润的眼睛望着狂奔追赶汽车的他 激动的喊道 大哥别追了 一块钱就够了 这不是空调车 请您用四个字形容自己的长相 不提也罢 哎大师 你说为什么520除以3除不进呢 是因为爱情属于两个人的事 轮不下第三者吗 你错了 这恰恰说明第三者是出不进的 你对我有感觉吗 有啊 什么感觉 怀孕的感觉 什么是怀孕的感觉 想吐 我们俩不合适 你去找别人吧 连你的眼睛都不要我 黑不谁会要我 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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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 四十 请问你常说的秘诀是什么 妈哩哼妈哩哼妈哩哼 妈哩哼妈哩妈哩个哼 这就是什么语言啊 啊 一天念三遍 保你活到三十八 说不定能活到四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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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不带脏字形容一个放荡的女人 海边的房子 什么意思 浪到家了 如果有个女人勾引你 你会怎么拒绝 你不故意吗 我是说如果 为什么要拒绝 哈哈哈哈哈哈 参加朋友婚礼 当新郎新娘 同饮交臂主人的一生 你的心里有什么感想 啥时候上菜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哪里怪了 怪漂亮的 其实我也怪怪的 你哪里怪了 怪喜欢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又 又来接你媳妇了 啊 你们俩这么恩爱 怎么做到的 有什么秘诀吗 家里门上就这么一把钥匙 不来接他 我能怎么地 哈哈哈哈 我初恋男友是卖馄饨的 分手以后 我就不再吃馄饨了 我第二个男友是开网吧的 分手以后 我就不再上网了 嘖嘖嘖嘖 看来你这辈子离不开我了 为啥 我是卖衣服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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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呢 你给听听你 我一个在厂里边烧锅炉子 到女工澡堂试试水门怎么了 她们一个个儿的尖叫什么呀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去了 啊 系的话当时 穿上衣服我就走了